我們再來看這個線值 這個線值就是說,這個函數是一次函數 fx等了x 那麼當你x趨近於c的時候 fx它的極限值就是c 那我們用德塔H龍來證明 這是y軸 這是x軸 對於所有的H龍 對於所有的H龍代理 我現在在這裡取H龍 這個的話是c加H龍 這個的話是c-H龍 對於所有的H龍代理 然後我就存在一個什麼呢? 我就取什麼? 在取德塔之前 因為我們曉得說 你德塔的取法跟H龍有關 所以通常我們先什麼呢? 先要算這個東西 fx 減掉這個c 我令它這個是小H龍 小H龍 然後我再來反推德塔 那fx等於多少? 等於x 就x的話呢 減掉c 小H龍 也就是說我只要什麼呢? 我只要那個H龍 只要我德塔 我取多少? 我德塔呢 取成H龍的話 那這個就成立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德塔取H龍 存在 存在這個德塔 德塔H龍 我就給它取H龍 然後會使得什麼呢? 使得 x-c 就是說 我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呢 是c加德塔 這個呢 也是c-德塔 好 那我這裡的x 這裡是x 這裡是x嘛 射過去的話 射到那個fx 這是fx fx 這個時候呢 我取德塔等H龍 當x-c 就是說 x跟c的距離 它是小於德塔 小於這個德塔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fx的話 小於德塔 那因為我德塔取H龍 這個是等H龍 這個時候的話呢 fx-c 它就小了多少呢?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是x-c 它就小H龍 那這樣的話呢 就成立了 也就是說 x-c的話 絕對是小H龍的話 那麼fx-c 它也會小H龍 也就當什麼? 當Limit x趨近於c的時候 當x趨近於c的時候 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那fx的話 也是靠近c 這fx呢 等於c 那fx就是x了 可是當你x趨近於c的時候 x呢 它的極限值的話 就等於c 就像是x-c 就像是x-c 那一隻